我們的消防隊 在我擔任現場之後 我們已經成立了五個新的分隊 金峰達人過去都沒有消防隊 蘭嶼也沒有消防隊 碑南沒有 然後我們再力道 再增加一個消防隊 這是我擔任現場之後 成立的五個消防隊 新設的五個消防隊 然後我們成立了六支高級救護隊 這高級救護隊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這個待會我會跟大家再報告 不只是這樣 107年起 我們還要再增加幾個新的分隊 我們還要增加太原分隊 現在太原分隊的廳設已經在蓋了 都蘭分隊我們的用地已經取得了 經費也已經有了 豐田這邊的一個分隊 然後南回隧道口 搭配南回通車 結灣取值的那個通車 隧道口的分隊我們要設立 還有一個豐榮分隊 那這個豐榮分隊的騎乘比較後面 因為我們還在做那個用地的取得 所以這幾個分隊再建置起來 我想台東的整個消防的體系 是建構的非常非常的完整綿密了 之所以有能力這樣做 是因為我這幾年 增加了兩百位消防隊員 如果沒有人力你增加消防隊員 也沒有人 也沒有隊員 就跟以前我們蘭嶼一樣 蘭嶼有一個簡單的隊在那邊 但是只有義消 沒有消防隊員 派不出來 這兩年我們增加了兩百名正職的消防隊員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更多提升救難 救打火的這樣的一個能量 那新增的其中這兩億 這邊有兩億要做耐震補強 南亡 炎平 觀山 東河 長兵 都要做耐震補強 然後要增建的是台東大隊的特殊分隊 台東分隊還有觀山大隊要增建 新建的就是剛剛講過的 豐田 太原 都蘭 那大武跟豐榮這兩個 還沒有要到潛 還沒有要到潛 這個是我們最近 大武是我們最近決定要 決定要簽建的 因為那個地方聽測也真的是老舊的 消防車停不進去 以前的設計很奇怪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努力在做的 那高級救護隊從一百年開始 一百年陸陸續成立了六支高級救護隊 我們不是成立以後就好了 成立以後我們不斷的在強化 比方說他在那些高級救護員在第一線 能夠給病患處理的 用藥的 甚至於做侵入性的處置的 然後我們做DACPR 就是線上協助家屬 人甚至於還沒到我就協助你家屬 怎麼樣幫他做CPR 甚至於到現在我們是怎麼樣 趕快把新電圖的資料就先傳給醫院 我雖然還沒有把這個人載到醫院 高級救護隊做的就是到院前的處理 到達醫院前非常緊急的處理 可是我要讓醫院在還沒有接到這個病人的時候 就已經有他的新電圖的狀況 這些資訊都有 醫院已經準備好了 人一到馬上可以做最好的處置 最好的急救 這些都是我們這幾年不斷的在提升 台東的高級救護隊現在是全國的示範 消防署把全國高級救護隊的研討會開在台東 主要來觀摩台東這幾年怎麼做的 這個部分當然很重要 對台東來講 可以補足我們在偏鄉醫療機構不足的狀況 然後在第一時間做很好的處置 也因為這樣 99年我上任的時候 我們100個人 OCA的這種停止心跳呼吸的 100個只能救活5個 現在有高級救護隊 我們100個已經救活28個 許許多多的寶貴的生命 都在我們推動高級救護隊的過程當中 被拯救起來 我們的消防不斷的在提升戰力 最近我們又給義消泰患制服 然後提高他們的 因公保險死亡的理賠 到全國最高的 本來300萬 現在提高到450萬 義消的這些弟兄 這個無怨無悔的這麼付出 這麼長期的幫助我們消防體系 我們覺得應該要幫助他們 然後我們也 這個爭取了很多的經費 在這裡三億七千多萬 其實主要都是在這個 消防車輛的增購啦 泰幻啦 專業人員的訓練啦 裝備啦 我們現在有收救犬的這支收救隊伍 已經都到像花蓮的地震我們也出動啊 台南的地震高雄的這個我們都可以 這支收救犬的這個隊伍啊 我們這支救難隊啊 現在已經是國際排班輪職了 可以取得這樣的認證資格 可以到國際上去行救援 然後我們這一年還要持續在幫助 我們台東很多的家庭 裝設居家型的警報器 尤其老人家行動比較不方便 有時候失火了 都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去求救 那這個警報器自動就 聲音就發出來了 很快可以得到 這個大家的這個注意 然後趕快來研究 今年我們要再增加兩千 兩千戶台東的這些需要的家庭 來裝置這個家庭型的這個警報器 台東分局跟中心派出所 昨天舉行簽建的動土了 也感謝好多位議員有到現場 來給我們指導 我們要從現在的這個位置 搬到桂林北路 桂林北路我們體育館旁邊的 這個基地上面 這畫的原本原本是要在這裡 原本這裡 可是這裡沒有整個桂林北路 這邊要通過一條小路 到中華路上面來 後來跟施工手協調 到這個位置還更好 就在跟他們做土地上面的交換 這個設計的也非常好 將來一千五百坪的空間 更大的停車的這個面積 我想不只對遠景上班 可以更舒適 對民眾需要洽工的 到那邊去的地方都可以更好 106年是我們的反毒年 我們希望臺東要盡所有的努力 讓毒品不要在這裡侵害氾濫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措施 從各種不同的面向 從上游到下游整合起來 要全力的來反毒 各位可以在這一頁上面看到 106年跟105年比較起來 破獲的件數 破獲的人數 這個毒品查獲的量都提高了 我問警察局局長 我說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怎麼感覺上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106年毒品的問題 比105年嚴重 但是應該是這樣解釋 就是因為我們106年 強力的來打擊這個毒品之後 我們看到很好的成果 那我們希望因為這樣 從106年以後 我們這些東西可以降下來 就是這一年的措施 可以幫助臺東更長遠的 反毒的工作的推動 臺東的全班刑案的破壞 也一直都比全國的還高 這是我們治安 可以維持非常良好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A1的交通事故 就是發生事故以後 24小時內死亡的 不管在劍數或者在死亡的人數 也都呈現一個下障的趨勢 所以我知道有時候 藝人在這邊質詢 會刻著警察局說 這個追酒駕的追得太兇了 有一點不近人情 但是其實出發點 都是為了民眾的安全 我們只要看到每一件 任何一件是因為交通 然後造成死亡 造成一個家庭的破碎 我們都覺得很難過 所以怎麼樣大家一起來防堵 其實警察只是在幫助我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要一起來 照顧好自己自身的安全 避免酒駕 所以我們得了很多很多的肯定 這個資料就請各位議員來參考 希望你們要不要一起去 你知道別離去 那就是兩集άλ 的 沒有 常常